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录音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录音 李宗盛 我們 讓大家一問 老師你好 你剛剛講到程序正義是可指 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無限上綱 你不要那麼靠近 那我想請問 那我想請問就是以太陽花學運 社運為零 破學運為零 那你覺得每片事實之上 就是應該走到哪裡 就是成慾正義你覺得哪裡過 然後可是成慾正義 就是成慾正義之前沒管到 我的意思是不錯 就是你都成慾正義 實際上無限上綠 可是我覺得沒有成慾正義 他有什麼事實在 我在這裡面大概有一點 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講這個成慾正義 我們還有真的這個成慾正義 講的成慾正義 比如像我們這個 太陽花的一個學潮 他主要是一個福茂協議上來的 他背後真正的政治義服 我們都去訪問 福茂協議 他的經過的這個過程 他一定有一個叫做行政權的這種 他們的採取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當這個行政權 完成了行政採取以後 他進入這個什麼 民意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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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要去做 他們被查 被查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現在你說 好 因為我是把你佔領的 以後 你特有回到最原始的這個位置 開始在重啟談 Zero base 這個就是說 他在講這個成慾正義 好像說 你一定要到達到 回到這個基羅 base 才是符合這個成慾正義 這個是總狀況 我就講 到底哪一個 才是真正的這個成慾正義 因為我從法上面來講到 古茂協議 本來這種對外談判 就是行政權 那不是立法權 不是民意的這個 我們在講 這個是在這個治理權的這個範圍之間 那麼在這個統理權的這個部分 他只能夠做這個監禮 做獨黨 做管控 大概是指弄的這個樣子 至於他這個實施的這個狀況 那是行政權的這個部分 在如果說我們程序的那個 你如果說你不同意他所談出來的這個結果的話 那就倒閣 這個內閣整個範圍 大概是這樣 而不是說 重新正義來過 這個時候 我來講對程序正義的這個政 第二個呢 就說 像我們這個 這個什麼 前幾天呢 在高雄那個地方 有七暴 有問題 七暴的 你們想最需要 如果說 這個你那個時候便當 吃的 煮的 穿的這個東西去 可是行政的地方 蠻強的 因為他的便當的這個預算 跟那個救災物品的這個預算 他必須要經過立法的程序 讓他通過了這個預算 他才能夠去付 你們是想想看 他們那邊是 兩小時又這麼肚子餓 又給他們吃 那個食指的陣營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可是呢 那我要把這個預算撲出來 這個他就要儘管 農場這個程序正義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以後呢 每一個國家對這種 救災物品的發放 最好就可以恩基兒去做 讓持基功德會 讓忠實智會去做 因為政府是沒辦法來 因為政府裡面 把握住了這個 承襲正義的這樣的 承襲正義 我剛剛講的四個二次 就是 你一定要看看 有一個我們叫 談天井寫的這樣的一個 叫做一個 叫全變的 在承襲正義無限上 剛剛那個方向下 這個國家呢 它就沒有彈性 它就不能全變 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最重要的這個問題 第二 可能要從幾點意見 就是說 我不贊成民主 變成四年 投票一次的統治行為 就是說 如果從這樣子 依沙特的觀點來看的話 其實人民的 只有一天當國家主人 就是投票那一天 其他三年 十一個月以後 三十天都是當國家的奴隸 所以 基本上 戴獄政治有它的優點 跟它的缺點 它的優點在於 它可以緩和激情 因為人常常有一時的激情 所以沒有辦法充分溝通 所以它需要有一部分去緩衝 去緩和大家的情緒 才能信念結合討論 但是呢 我反對 把代理政治當成 擴白授權 讓這些人 就是說 即使被我們所同意選出來的人 他們可以拿到一張 擴白支票 可以去排 所以歷來 要有某一個機制 去限制他們的權利 以及如何讓人 真正的 把人民的意識 可以表達出來 不過基本上 在目前的政治設計裡面 我們只有選舉跟畫面 還在創制覆決 這四種基本形態 那我相信一些政治學者 應該更聰明一點 想到其他的解決方式 這個應該是大家可以努力的 不過我還是回到基本上 我不喜歡 人民只有四年來一天的主人 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一種民主 其實 是一個 應該說 希臘時期 古典式的那種民主 那種民主 那種民主是我反隔 因為這種民主 蘇格蘭也就是這樣子的 他是被亞歷斯民主的害死 好 謝謝 繼續接受的提問 我可以為這個 因為我是對剛剛高教授 本來我們兩個是同台講 應該口徑一致才對 不過我對他這個主張 我是不贊成 為什麼 你知道 我們那個人 他講說這個四年前 待遇政治 待遇政治本身就是民主政治 裡面應該很重要的 大家共同妥協認為 這個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方式 如果說我們政府誰 說哪個叫 那個什麼 高雄七包要不要去救 那我們先 全民公投一下 不然就是要公投 不是 全民公投一下要不要去救 我跟他那些人 可能死的 本來可以不死的就死掉 很多的東西 你就沒辦法去 去那 那基本上 代遇政治 它就是我們從 因為從這個全民政治 是從這個 以前那個 這個希臘的時候 成幫 那是很小很小的國家 所以大家 每天可以開這個 禮民大會 今天我們這個 任何一個國家 都可以天天開 禮民大會 即使是我們現在這種 禮民大會的招牌 都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你既然一旦 要不要了解 所有事都要公投解決的時候 這個國家只要停牌 只要停牌 那最後你這個國家自然的 你不能應變 沒有彈性 最後我們 你要考慮到這個國家 它不是說 光請我們 我們能夠自己活 你必須在國際社會上 取得一定的這種 存活的條件 跟永續發展的這種能力 那麼這種條件的能力 它必須要很高度的這種反應 它非常的 highly responsive 它有辦法做到這樣 所以你如果說 在內部的選擇結社的時候 都要經過很農場的 這樣的事情來講 是不大量的 所以像我們說 你說四年的這個 代議的結證 我也沒有 不認可說這個 剛剛高教授在講的 因為我們認得一個法案 說實在 他們一認 大概只能完成一個法案 只能制定一個法案 你不要看他們這個 我剛剛還沒有 因為我們從那個提案 一直到最後 也形成一個制度 形成一個都要試 所以實際上 大概四年 大概只能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國家的事情 所以我們很多人的現實 你必須要去做這樣的一個考慮 好 我們還有兩個問題 這邊有一個 看看這邊是哪一位 那個參比攝影服 主要我想問兩位老師的事情是 對於民主的生化的想像是什麼 那對於民主生化的想像 或許 如果我們就只以民主 那是以保障絕大多數的人 的意義來講的話 那生化不就是要民主 民主民主制度的不足嗎 那如果我們只講到絕大多數的話 那是不是就會 沒有辦法達到生化的目的 那不想聽一點 那不想聽一點 來不了幾個想法 所以我剛剛 我剛開始泡泡了 我就在講 民主它只是一個過程 民主不會保障你的利益 民主本身是不會保障你的利益 程序本身是沒有保護作用的 一點保護作用都沒有 你一定要知道 我要保護你那個機制到底是什麼 政策是什麼 那個目標是什麼 你要把那個 透過民主這個程序 做到那個選擇 你才能達到 民主本身是沒有這種意涵在裡面 沒有這種功能在裡面 他沒有這種功能 所以你剛剛 你把這個目標 跟這個過程 就分在一起講了 當然就沒辦法了 我說實在 不過有一點 我是當然告訴你 民主是不會保障 老百姓的權益 謝謝 我想引用康德的一句話 來分享這位同學的問題 康德 因為康德不是在真的這個問題在講 但是基本上講民主法治國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會回到康德 然後他有一句話 他說 如果只有形式而沒有實質 這是空洞的 如果只有實質而沒有形式 那是盲目的 也就是說 我們可能必須要去思考 什麼是我們需要的形式 哪些東西是需要我們要的實質 但是基本上 因為這個問題 基本上因為我們都是在電動當中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決定 到底我們要什麼 但是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啟蒙 啟蒙 這個名詞翻得很好 一起同盟 那依照康德的意思呢 他是說 一個人只要不斷地發現自己的無知 這個就是一種啟蒙 然後我相信 作為一種民主生化的一種 一種生活型態 每個人其實應該在這當中 不斷地發現自己的無知 才能去解決他所有的問題 然後我得回答是這樣 謝謝 我們剛才這邊有個問題 謝謝 那位同學 欸 這是你不用看 那你想要看後面的時候 就是導師 就是 我想要說 這是代表學生 然後想要請到高老師 其實你剛剛討論到國有事這很是蠻重要的 但對我們在國庭剛好我們去開花花禮花花戀場 然後我們跟那邊的生人士有做到一些綁牌 然後也有確實我們發生他們其實不想要國民事業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上台電話 他們其實是並沒有站在人的腳步上面去提供一個好的服務 他們可能做其他的事情然後讓他們感覺到受害 那我想問就是當國營事業他出現這樣子的缺點的時候 那他有沒有什麼方法是可以解決 就有沒有更好的法師或是其他的方法來解決這樣的事情 或者是國營事業他其實不應該是就是真的這樣子所在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另外的林老師 然後就是你長到的那個公平正義的對立 就是另外一個角度是少育嗎 那我覺得這點很有趣 可是在我理解的不公福利跟少育的那兩個時間是 因為像經濟來講我們在追求少育的時候 我們會把就是他們的追求少育得到的那些利益 拿來用社會服力的方法來 就是迷你給被剝措的少數人的第一來做一個公平正義的 所以當我在認知說公平正義跟公平正義跟少育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我們可以追求少育 那我們要做更多的措施 制定更多方法去達到公平正義的這件事情 那我看到台灣現在很多狀況是我們一部就是一直追求很高的少育 然後我們不要越來越走上經濟開放不適合的 但我們背後做的措施卻沒有那麼足夠 然後導致很多人會覺得不公福利的現場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想要用歐洲他們的例子 當然他們追求很多經濟少育異的時候 他們弄持了很多社會福利 那他們去弄持到公平正義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並不會走上一個像是動產的時候 他們不會說就是因為把所有的利益分辨的所有人 而是他們用一個更好的方法來達到公平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老師的想法很有趣 讓我們想說聽聽看老師 是不是讓我這樣提出我的想法 讓我問老師會有什麼樣的回覆 謝謝 我先簡單回答一下 就是像電力的問題 當我在德國的時候 基本上那時候電力還是國瘾 然後後來我回國之後 德國電力開始民營化 那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就是在陳諾堡 陳諾比爾的核能電廠爆炸之後 德國開始復發展核能 2020年之後 那所有的關於電廠都必須關閉 那他們的電從哪裡來 他們都從烏克蘭去買電 從捷克去買電 但是買了什麼電 買的是人家的核電 這點在道德上是說不過去的 然後電力化之後呢 他們從法國到捷克到附近的國家去買電 有沒有效率比較高 效率確實比較高 但是價格變得很昂貴 也就是說他們自己國家不生產電 然後國家也不再補貼這些電廠 所以電就變得很貴 那能源的價格呢 這個是牽涉到國際民生 我相信每個政府應該考慮到 如何去照顧一般人的生活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我們必須去反省說 在這個生活上哪些是必須的 窮人也要用電 有錢人也要用電 窮人也要吃米 我在中國的時候吃的米 那個米比台灣的米還便宜 因為中國他們有大量的農業補貼 可以去補貼農民 然後他補貼農民的目的可以讓一般 因為窮人跟有錢人吃的一樣米是一樣多的 所以不會有錢人因為這個地方有更多的支出 所以他們去補貼這個我倒覺得有點到了 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反省說 什麼是生活中必須的 什麼是你生活中想要的 它是對於生活中必須的 因為它一定會有社會上的弱勢 但如果照顧那些弱勢呢 這個應該從 我覺得這個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看 然後有些東西應該不是 單純從去管制化或是自由建爭 然後讓這個市場去決定每個人的生活 因為我們就是基本生活條件 不管我們應該是個生活共同體的關係 在這個社會中它必須會存在有些比較有錢 比較沒錢的 然後我常常在反省 就是政治主義生活的一種邏輯 因為它在講正當性 假設我有100萬 你有1萬 我們都一樣的聰明 然後我們也一樣的努力 一樣的機會 我們獲利都是百分之二十 一年後我也120萬 你只有1萬2千塊 但是我要正當化我19萬8千塊的正當性從哪裡來 這個就是政治哲學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但是這本主義它基本上 它預設了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預設每個人都是自由 所以把它當成是平等的條件 這個是我是比較反對的 因為平等必須是實質的平等 不是形式意義的平等 我就回答一下 我看是不是可以很快回答你 剛剛講的 我希望兩個問題我都回答你 第一個 台灣呢 我們原來有124家國營事業 我們現在民營化以後 剩下14家 14家 但國營事業的這個 可能會讓你覺得是很不好 但國營事業的這個設置 基本上起兩種目的 一個是政府在給大家課稅 以外它另外創造一個 向大家徵收稅的一種手段 因為國營事業就 你繳到稅以外 我還不夠 不過我政府用 所以我用另外一個 就用國營事業來 第二種這個 國營事業是為了要幫忙 這個國家經濟發展 因為有好多的這個事業 是民間不願意做 民間沒有能力做 所以它的國營事業設置 是為了要幫助經濟發展 那你就看看 到底台灣現在的這些 國營事業 就是記憶子 國營事業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這樣高度的不在線 所以它可以來決定 市場的價格 市場的供序的樣態 這個是我們大家 反對他們的一個 可是你們要想想看 今天我們油電的價格 能夠很便宜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是國營事業 你在國營事業 你在國營事業 像台電 它這個像中油的資本 是一千三百多億 它現在已經虧損了三千多億 那虧損怎麼辦 只好呢 大家 你們所有人 講的稅款 來挹注它 到底好不好 你們就知道 但你如果說變成一個民營化 的話 那個價格一定是要漲 因為它一定用市場的價格去量 所以這種 我講這個是一種選擇 這個問題 剛剛這個高教授提到了一點 我覺得也正好是跟 這個蔡教授接吻的時候 他說為什麼能力 學位啊什麼這個條件都是一樣 為什麼他拿了二十萬 我只能拿兩萬 就是看看你們有沒有市場 拿到二十萬 因為他有一個市場 有需求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這麼多 所以我們決定你的這個單位的高低 不是你的這種這個背景條件 而是你永遠永遠有市場 所以所有這個事情 你就說你是不是 你在這個做的這個東西 知道滿足市場的時候 你的單位自然就會 這個是我想第二個這個 第三個呢 我要講就是 你這個問題 對這個公平真理 他的不公不義 那是中文系學生的這個 這個自然排名大概是這樣 你比如說 我愛你的相反的時候 你說我恨你嘛 絕對不是 一定是視你為無誤的時候 才是他的真正的這個相反 我們在講這個 一個體制啊 跟一個個人的這個感情 我在特別講到這個感性 跟理性的這個問題 你如果說從一個社會的組織來講的話 他的這個公平真理 跟他的這個 他的相反詞 他不是不公不義 他就是他的這個效力 跟競爭力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 你從中文上來看 他兩個是不能 從這個整個這個組織 體制的這種 運作在他的這個 最後的一個績效感 那是下方式 好 謝謝兩位老師 我們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